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9号 也是一直有我们的网友在问我们 提醒我们今天要做点什么呢 其实我们决定做这个视频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个网友推荐 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他说自己已经去过 然后也说你们也可以过去看一下 我们就去找Costadinos Pallolavos 在雅典的两个著名雕塑 对 那我们首先要到市中心的雕塑 OK我们现在到了MITROPOLIS教堂 这个教堂也是雅典最重要的教堂 叫做大都市教堂 那我们先找一道Costadinos Pallolavos的雕塑吧 我们现在就在MITROPOLIS教堂的正对面 那按照在Google上找的这个信息呢 Costadinos Pallolavos的雕塑就在正门的对面 那我们先找一道Costadinos Pallolavos的雕塑 Costadinos Pallolavos 我们走到了Costadinos Pallolavos的雕塑 第一个感受呢就是 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因为他到了最后一直在保护Costadinos Pallolavos 我们会看到他穿的是针装 然后在他的头戴上冠绵 在他的右手拿着刀 他的右脚是在往前一步的动作 然后在两个脚上钓刻了酸头鹰 我们会看到在雕塑下面会有很多的花 还是我们希腊人送给他的花 也就是我们希腊人送给他的花 所以我们会计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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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会计划 Yamash 那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 海边的雕塑 走吧 海边的雕塑 海边的雕塑 雕塑为鱼 Paleofalero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 来自Costantinopoli的人 特别的多 雕塑 是为了纪念 Costantinos paleologos 像奥斯曼帝国的 Mohamed 拒绝放弃Costantinopoli behaving Costantinos paleologos Costantinos paleologos Cribe amazed Chickid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